一字猿人 基兰博 身高56米 体重49000吨 诞生日期1996年10月26日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BOSS的小卡 为你带来的怪兽大百科栏目 今天本来是想更新拿瓦铠甲来着的 但是呢篇幅太长还没写完呢 所以这位抽象的一字猿人 便是临时定义上了嘛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吧 但从基兰博名字前的 一字猿人的前缀上也不难猜测 这位的登场背景 可能就是在致敬亚伯人啊 是的 没错了 基兰博在剧情当中 诱拐小朋友们的行为 显然就是在效仿 艾斯奥特曼里的那个丐帮帮主嘛 在剧情的事情当中 伴随着一年一度的万圣节的到来 早已来到地球上展开行动的基兰博 便是恰好就来到了十一区 也真是在这里呢 在化身成为了一个老巫婆的模样之后 基兰博便是将自己特制的彩色棒棒糖 交给了孩子们 不过这值得一提的是 别看这个老巫婆的模样 那是十分的可怕 但是饰演他的这个皮套演员 罗耶素子那还是相当好看的 身为在后期卡米拉皮套的扮演者 罗耶素子在这里竟然是如此的糟蹋自己 不得不说他们这些皮套演员 可真的是好敬业啊 我的天哪 颜归正传 当看到如此好看的棒棒糖出现之后 同心未敏的大骨 居然是也想过去蹭上一块 他根本就不喜欢大人 因此他当即便是无情地拒绝了大骨的行求 也正是在这失落的情绪当中 大骨便是意外地发现 镜子里面居然没有老巫婆的倒影啊 既然这肯定就不是个正常人了 好可怕呀 随即大骨便是向基兰博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 并且还进入了一间古怪的房子 在这里不仅是有着一些面无表情的小朋友 甚至连空间也仿佛是单独存在的一般 也就在大骨有些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 那庞大的基兰博便是对其发动了偷袭 大骨给送到了大罐子当中 呃这一场面貌似也是在致敬吧 也正是在这里啊 大骨倒也是终于搞明白了基兰博的目的 原来他之所以大费周章地将小朋友们给抓到这里 其实是想吸收掉他们脑海里面的梦想 那些纯真且天马行空的梦想 就是基兰博存活下去的养料啊 至于大人呢 那些物欲横流的梦想可是会让基兰博闹肚子的呀 我想编剧在写这一段剧情的时候 是想讽刺那些抹杀小孩子梦想的大人们吧 可不敢胡说啊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当那夜幕降临之时 先前那吃过基兰博糖果的小朋友们便是开始了梦游 甚至连那误食了糖果的丽娜也是活动了起来 不过好在新城市及时的发现了她的踪迹 因此在将丽娜给唤醒之后 面对那从另外一个次元当中钻出来的南瓜飞船 胜利队也就赶紧展开了行动 直接一枪就解除掉了魔女对于小朋友们的控制啊 也就在基兰博即将带着那些进入飞船的小朋友们离开地球的时候 那被关在罐子里的大谷也是终于完成了变身啊 直接就是把飞船给托举了出来 那眼见计划失败的基兰博也就变身成为了巨大化 立马就是与迪迦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但是这位的战斗能力貌似那是相当的差劲啊 就算是从身后勒住了迪迦 这也是被对方依靠蛮力给挣脱掉了 不过令迪迦万万没想到的是 基兰博居然还有着瞬间移动的能力 这一脚骑士体当即便是打了个空气啊 同时也正是利用这一能力 基兰博还接连的对迪迦发动了偷袭 虽然很快就被迪迦给识破了 但是这位却还有着分身的能力 只见一大堆的基兰博就这么将迪迦给包围了起来啊 直到迪迦被基兰博给晃得是头晕眼花之际 这位便是立刻朝着基兰博释放了计时器光线 但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之后 基兰博的那些个分身也就失去了踪迹啊 于是乎当迪迦将基兰博给一脚踹背之后 紧接着就是一招奥特束缚光线定住了基兰博的身形 最终在面对这个停留在了空中的靶子时 迪迦的栽培利敖光线便是将它给打成了极光啊 而那些被他给抓走的小朋友们也就因此获得了自由 总的来说这一集的故事呢还是相当具有教育意义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是否也曾被限制住了梦想呢